- 股市人炒店投資不斷線 - 股市人炒店投資不斷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大家還記得上一次漢威老師來到節目跟大家聊聊的 人型機器人嗎 這一次一樣也是AI出來的 不過感覺更加的強大 連我都非常的有興趣了 這個有沒有機會可以打敗Google搜尋引擎呢 感覺未來AI的世代就要來臨了 我們聽聽看老師怎麼講 我們歡迎林漢偉老師 老師好 Coco好 大家好 老師這個機器人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我覺得蠻厲害的 比方說我就開始在想說 那我今天在節目上要跟大家聊什麼 這個稿子要怎麼寫 他是不是直接都可以幫我打出來了 對我說他其實就是這種我們這種 文師不是非常權勇的人的救星 是 就是說你只要給他一個題目 他可以馬上幫你寫出來一個 非常合乎大家所謂的一個邏輯的一個文章出來 所以你說你今天你不知道要怎麼樣寫一個作文 就是說你不知道怎麼樣跟老闆辭職 不知道怎麼樣跟老闆要求加薪 你可以請這機器人幫你寫 他會收集整個市場上 就是說整個搜尋引擎上面 寫得最好 大家評價最高的這個 相關的一個文章 再幫你合成到適合你的文章 讓你直接送出去 可以達到你要加薪跟辭職的目的 哇賽這個太厲害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難道說這個Chap GPT超級AI世代來臨了 領先布局四大運用題材有哪些 還有呢在1月5號CES展之前 絕佳的買點就是現在了 今天呢一併告訴各位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四大運用 到底有哪些呢 對因為我們講說其實CES大展 現在我覺得應該已經變成所謂 CES電動車大展 電動車 對因為過去大概這五六年以來 整個CES上面都不展手機 不展一些什麼5G啊 不展一些什麼電腦了 全部都是電動車 全部都是所謂的一個 新車的一個大展 所以因為整個 它是叫做CES消費電子大展 但是因為最近的車用電子 真的非常的行 所以整個電動車 每年的CES大展 都是各家車廠 軍備競賽的一個時候 那我覺得這一次 在CES大展上面 應該大家比較重要的看點 不會是在於說 我這台電動車 電池續航力有多少 外型怎麼樣 而是大家會去觀察一下 到底先進駕駛的技術 突破到哪裡 因為大家越來越懶 我希望就是我坐上車 跟他講說我要到哪裡 他直接幫我開到目的地 我就直接在車上睡覺 對 直接在車上睡覺 那是違規的啦 但是其實特斯拉已經有 這樣的一個先進的技術 所以各家車廠 其實在整個先進駕駛技術上面 我覺得有一些突破 有一些亮點 都是目前主要研究機構 在研究的範圍 就是說這一次到底什麼 Label 2 到Label 3 到Label 4 還是可以達到一個全自駕 那當中有哪一些感測器 有哪一些原件 有哪一些技術 會帶來新的一個商機 我覺得都是可能 在這一次企業的大展上面 大家可以去做功課 去研究 甚至可以找到很多 標股的一個好機會 那第二個題材在哪 就是說 雖然2022年大家可以發現到 好像電子業都是籌雲產物 嗯 沒有好消息 但是其實以各家的大廠 晶片大廠 或是說主要的大廠 都跟大家講說 現階段雖然在所謂的雲端啊 高速運算 有一點點的雜音 但他們都很看好 明年整體上在高速運算的一個 成長現在相當的高 而且雲端運用的成熟度 會不斷的一個增加 因為現階段我們可以發現到 很多東西你都已經可以在雲端做相關的運算了 比方說我們以前玩遊戲 你可能要買遊戲片 那現在其實雲端就可以連遊戲下來 下載遊戲下來玩 像說你可能玩什麼手遊 你也不需要說用一個多好的一個手機就可以玩 因為它都是在雲端當中運算 傳送結果給你 所以也代表說我覺得在未來2023年之後 整個雲端運用的成熟度會越來越高 也會讓各家的廠商更願意用雲端的技術 去做一些所謂技術上的突破 所以對雲端相關的一個產業 高速運算的產業 我覺得都是 明年在系列的大展上面 非常重要的看點之一 那第三個 就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點 AI 人工智能 已經慢慢邁入到所謂的成熟期 成熟期了 對 待會跟大家介紹那個 Chimp GPT 你就會發現到它真的是 我覺得顛覆大家 對這種人工智能的一個想像 所以當這個AI非常成熟的時候 我覺得它會引爆整個產業真相的投入 因為當你發現到你的什麼電話客服 對 你的櫃台接待人員 它有時候可能就是心情不好 電話客服可能會來騷客戶 如果今天客戶太盧的話 是太澳洲來的客戶的話 可能直接電話客服不爽就直接罵客戶起來了 有情緒的 對 但你如果是AI人工智能的話 它其實不會有這種情緒的問題 但是你應該有用過很多什麼銀行啊 或者說什麼基金公司 它的一個所謂AI人工智服 人工客服 你會覺得說你不如不要用 因為用了半天你被它氣了 就是花了很多時間花很多電話費 問了半天沒有問到你想要的答案 但這一次我覺得它已經出現一個比較大的突破 待會跟大家講看點到底在哪 好 那第四個重點在哪 就是說元宇宙 確認大家說元宇宙元年 今天已經進入到元宇宙第二年 所以元宇宙已經不是一個大家所說的那種 空中樓格式的夢想 是可以翻到很多的應用 很多的硬體 慢慢進入到落地期 而且今年大的看點就是說 很多國際的大廠會在今年第一季 都發表它的新的產品 比方說像Apple 比方說像這個PS已經確定它PSVR2 在1月份要開始正式發售 比方說像在臉書的部分 它也要出它的Oculus三代 就是比較平價版的 之前那個Pro本來太貴了 太貴了 賣得不好 那還有一些所謂大陸的廠商 也爭相在投入所謂VR頭盔的發表 所以這次系列大展上面 我覺得在科技運用上面 這四大亮點都會帶來新的一個商機 那重點會在於說 我們講你要看更新的東西 更有趣的東西 我覺得才會是一個 具備更大想像 更大投資機會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講說這一次特別把這個 所謂的ChatGPT 不太好唸 提出來跟大家這個分享 那什麼叫ChatGPT 它就是一個聊天機器人 因為聊天機器人 就跟它聊天嘛 我說我跟這個Siri聊天也可以 我跟Google聊天也可以 但你會發現到 你跟Siri聊天常常就是文不對題 對 然後很難聊 你可能跟它聊兩句之後 你想要跟它聊一句 它就說我沒辦法再回答這個問題 對它就句點了 對它就是非常典型的句點網 但是ChatGPT它不太一樣 你想跟它聊多久 它可以聊到很深入 它可以聊到你想要的東西 甚至說你越跟它聊天 你會覺得它好像你的心靈伴侶 因為它會抓你的使用習慣 然後會去迎合你的想要需要 比方說你可能跟它聊天說 你覺得我今天漂不漂亮 然後就說我覺得你今天很漂亮 然後你明天再問的話 可能就會說 我覺得你今天哪個地方特別的漂亮 對它會越稱讚越到位 你就發現到這個AI機器人 真的非常的可怕 所以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它可以流暢的回應各式的問題 就不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你用信用卡客服說 我想要查詢我這一期的帳單 那這期帳單到底哪一筆有問題 你會發現到你就卡關 不斷在點點點點點 問到最後 然後跟你說 我沒辦法回答你的問題 請我幫你聯絡客服 客服 對 那我剛剛跟你聊了半天 到底在聊什麼東西 對啊 浪費我們時間 對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了 它這一次其實這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ChatGPT 這個聊天機器人 它非常的特別 它可以直接去抓到你想要的重點 所以很多人跟他聊過之後 發現到我問他的問題 他都可以回答到我想要的答案 所以除了這個回答各式問題的話 對學生來講也很好 你要問他什麼 什麼Pai啊 Cosam啊 或是說這個微積分的方程式怎麼算 直接跟他講 他馬上把一個很完整的方程式寫給你 甚至說他也可以幫你寫做文章 也可以幫你寫程式 所以你發現到好像有他 你就可能也不需要老師了 對 不需要老師 那很多人都會開始沒工作 又要沒工作了 對 所以很多人就說 他如果真的是完全能夠 取代很多人工作的話 真的有非常多人會失業 哪些人會失業 可能像我們這種做股票寫研究報告的研究員 他就會失業 因為很多人其實運用這個ChatGPT 他們做什麼事情 他比方說 現在特斯拉股價在崩跌 請問特斯拉可不可以投資 他就把很多的華爾街的投行的報告 不是說每一家都 就是你搜尋出來 可能是幾家投行報告 他去去無存心去找出當中最關鍵 大多數人認同的看點 然後再給你一個結論 他可能會跟你講說 以特斯拉目前他的一個營運狀況 然後現在有什麼樣的風險 什麼樣的一個所謂的機會存在 那最後給你一個結論 他會認為說 現在其實是一個投資的好時間點 他不用考證照 就可以回答這些問題 而且他寫得比大家都好 因為他是把各家的報告 融合成一個精華版的報告 所以發現到 哇這個東西真的是 我覺得太迷人了啦 所以以上的情況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2021年 以這個研究機構的預估 全球人工智慧市場規模 大概是935億的美元 到了2022年到2030年 這個產業它的年複合成長 會達到38.1個百分點 我覺得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覺得也代表說 這一次我覺得 CS大展上面 ChimpGPT是大家一定可以留意到 他會讓整個市場有更多的一個想像的題材 而且在這個展覽還沒有開始之前 其實現在網路上已經就有 大家可以開始去試 這個ChimpGPT到底要怎麼使用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ChimpGPT到底要怎麼樣 跟這個聊天機器人聊天 首先你一定要先登錄 OpenAI的這個網站 登錄進去之後 下方有一個try 點進去之後 就可以搜尋到你想要的問題 比方說這個範例就是 如果要修馬桶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修理馬桶 如何修理馬桶 那下面就有指示的步驟了 老師這個真的很厲害耶 對你看這樣好像覺得沒有什麼 但你用同樣的工具 你用搜尋Google看看 如何修理馬桶 它就會跳出好幾個 大概二三十串的東西 然後你要點進去裡面看一下 這個是我要的答案嗎 不一定 有些它可能是因為流量的關係 它有投廣告的關係 那你可能要點到第三個 第四個才發現到 原來這個講的是我想要的東西 但你用ChimpGPT的話 它直接幫你優化 它把所有的最優的答案 整合成一篇 直接給你看 你看了這一篇 就不用再去搜尋其他的 所以它的優點就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很多Google工程師 看到ChimpGPT之後就說 我真的要去擔心 我的工作會不見 因為可能大家以後 都用ChimpGPT去搜尋 就不用Google來搜尋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顛覆式的一個創新 是的 這是顛覆式的創新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有哪一些的產業可以來佈局 畢竟是顛覆的嘛 那就有四大亮點的題材股 對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你要看到這四大看點 那哪一些我覺得具備 可能在CS大展之後 會有一些市場持續討論的一個熱度 剛剛提到的在整個一個 車用電子 所謂新電動車的部分 大家會看所謂先進駕駛它的一個進度 那我覺得先進駕駛當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零組件 叫做車用的鏡頭 因為你很多可能要做這種 所謂的一個 車用駕駛的時候 需要很多鏡頭 來收集附近的一個資料 那當中我覺得台股有一檔股票 相對位置比較偏低 有一點委屈的股票 叫做華金科 它本身在車用鏡頭的一個佔比 已經提升到三成以上 而且它本身在轉投資的部分 有3D感測的晶片 有AI的人工晶片 就是說它可以透過它的一個AI視覺 來幫你做一些判斷的動作 所以可能它在所謂先進駕駛的題材當中 它是具備一定的一個想像空間的 那高速運算有哪一些公司 其實大家可能熟知說 微影啊 或是說在這個所謂的一個家折 這些高價股 它們好像在這個所謂雲端伺服器的部分 是多所琢磨 但我提醒大家有一檔股票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 它就是川湖 它本身在伺服器當中做的是線性滑軌 所以很多的伺服器都要用到那個滑軌 把那個阻氣拖出來 那你會覺得好像 好像這個不是做一個零組件而已嗎 但它這個毛利率非常的高 因為你那個伺服器拖要拖很多遍 如果常常這個滑軌壞掉的話 其實對一些所謂伺服器大廠 它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一個相關的很重要的零組件 所以它本身在伺服器 目前它預估明年的成長率 維持雙位數以上的年增率 而且今年的營收已經創造一直新高 明年還有10%以上的成長 代表這間公司我覺得相當的穩健 而且明年它有一個新產 新廠的產能要開出來 所以大家法輪也預估說 明年整個營收的成長速度 會比進來的更快 那另外在AI人工資人 就剛剛提到了 Trip GT到底有哪些供應鏈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蠻顛覆性的 它比較偏軟體這一塊 所以在硬體這個部分 我們台廠能夠吃到它訂單的 我覺得是不太多啦 這只有台積電嗎 對 因為Trip GT當中 它很重要的一個所謂AI的人工預算 是採用輝達的運算的方案 所以輝達它做了一些很多超級電腦的晶片 它就會得到這個所謂的一個商界的訂單 所以我們變成說間接要去吃到輝達訂單的 如果以這個更純的大概就是在台積電的部分 所以台積電它在AI人工資能 他們自己法輸也提到說 也是明年他們看好能夠成長的一個重要的題材之一 那另外元宇宙當然就不能不提宏達電了 剛剛提到國際大廠都要發表它的VR頭盔 你要不要忘了宏達電已經一年多沒有發表新的產品 那這一次已經確定了他們官網已經貼出來 1月5號正式發表新的VR頭盔 所以在這個所謂的CS大廠之前 股價如果在低位階 這市場股票我覺得如果位階偏低的話 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因為未來還有兩個禮拜嘛 那這時候你去買進它你的風險是有限的 如果題材熱度起來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波段性的上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市場股票的一個線型 第一個滑金科夠低了吧 夠低了 它前波低點在31塊 現在在33.1塊 所以你說你這時候去買它 會比你買在38.6好很多 因為如果這個題材沒有中的話 那它最差速它跌到31塊 你的虧損大概你的停損大概2塊錢而已 大概不到不到7%8% 但假設這題材真的熱度起來的話 你覺得它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不要說挑戰到前波高點 最少挑戰到月線以上 它波段累積的獲利可能就有兩成以上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在整個題材還沒發酵之前 股價低位階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提前去卡位 因為你現在去買 再等兩個禮拜之後 它題材就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投資機會 它會慢慢浮現出來 那再來看到第二檔股票叫川湖 川湖你可以看到 他說真的它其實今年的獲利是創歷史的新高 但股價一路往下跌 有點類似最近的ABF宅板三雄一樣 對 營收創新高 但股價一直往上破底 主要原因是因為投信 我們說投信 今年在台國的操作就 沒有很好啦 就很特別啦 他們會在股價最好的時候買最多股票 然後在股價破底的時候 把所有股票都倒出來 所以你就不知道投信到底是在玩什麼 就是買高然後殺低 所以它永遠的績效看起來好像不會幫你賺到錢 所以川湖我們講說 這一波它從490幾塊跌下來 因為投信一直賣 但賣到最近的低檔區 你會發現到投信已經開始不賣了 然後所以我覺得就代表說 如果它有一個題材 那加上本身投資的價值還在 投信的賣壓能夠減輕的話 我覺得也是跟剛剛的華金客一樣 你可以先買著等著 那如果說真的伺服器題材 在系列的大展上面沒有動 那也在出場 那如果有動的話 那你就可以賺一個波段的一個反彈 那再來下一檔股票也是一樣 台積電這大家也都熟知嘛 那因為它在這個禮拜二 把因為這個日本央行的關係 把那個巴菲特的投資缺口 做了一些回補的動作 沒有完全回補 但補掉一半以上 所以也代表說 好像巴菲特這個神主牌 有點失禮 有點對 對有點晃晃的 但是你看它的線型 大致上還在一個區間 就還在區間整理 只是這個區間 目前看起來的話 可能就會在季線跟月線 這個區間來回整理 那剛剛提到的台積電 但你說它提起來明年 我覺得還是看好它 但股價要往上攻高 主要關鍵在哪 你要看台幣匯率 如果台幣匯率 因為最近這個日元 是大幅度的升值 所以美元指數破底 所以台幣匯率我覺得 接下來可能也會跟隨日元 出現了走升的格局 因為再不升 你明年去日本玩就會很貴 所以這個也代表說 如果台幣接下來是升值的話 我覺得外資的買盤 有機會讓台積電 重新有一些轉強的機會 那當然你說你要去壓 AI人工智能 CHIP GT的題材 我覺得對台積電來講 可能幫助是有限 那我覺得如果這個題材 能夠成形的話 明年應該有更多的供應的股票 應該會慢慢浮出水面來 那最後一檔股票 當然就是在洪達電 那洪達電我們講說 它其實之前這一波的 拉上去之後 連續的一個盤跌 盤跌跌破月線 現在回到季線關卡 好像季線開始有一些支撐的力道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嘛 他如果1月5號你確定 他要發表新的頭盔 那新的頭盔發表出來之後 今2023年的業績 會比今年來的更好 那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買點 剛好也來到低檔區 不是來到相對高檔區的話 題材在後面還有機會發銷 我覺得其實在這邊 基線附近月線附近 你都可以建立一些基本的部位 你就等到1月5號 新品出來之後 如果市場給予掌聲 他就會大漲 那如果市場給他 比較保守的看法 你那個時候再出我覺得 也不會比你現在價格來的更低 是 那老師今天呢 幫大家整理在下個 下下禮拜 兩個禮拜過後的 這個題材總整理 那如果說呢 大家可以在這個1月5號之前 可以提前佈局 那就算呢 1月5號登場之後 你發現 這麼股票好像沒有什麼動 但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現在的位階 處在比較低檔的部分 也不會讓大家虧損太多錢 至少還可能有賺喔 那大家也要記得 螢幕這邊就是老師的Line Hat 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歡迎可以私訊老師 跟老師互動來做交流 那如果說呢 非常好奇 這個人工智慧的資訊的話 也可以呢 私訊老師 因為老師是做了非常多的 研究跟觀察的喔 那也要記得 按讚 訂閱 留言 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再度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